那這個陽城縣的縣長 有一天就突然發現 奇怪 我這裡的車夫 過去去趕馬的時候 都用 都要喊髒話 然後唱的都是很隱晦的歌 怎麼現在突然唱詩歌了 就講得很奇怪 然後講說原來 原來就是說 有這麼一個傳教士 這個陽城縣長就講說 我很想 我很想那個接受基督教 可是因為我是官員 那但是我 那這樣子 我給你一個方便 就是說我們現在要推行這個 就是當時蔣夫人講說要放腳運動 已經到了民國二十幾年了 山西這裡還在綁小腳 所以他講說 那可是我是縣長是男人 我沒有辦法到各家去 去宣傳這個事 那就給你一個職務 叫做那個職務 就叫做解放天主委員會的委員 那好 他就帶著 就有點像這樣的 婦聯會的那個主委那樣子 好 他就到各處去解決 這個事情 那後來就因為到了那個 就是後來就是他救了這個孩子 救了一百個孩子 那我們把它拍成電影 那所以這個東西就對臺灣的宣傳是很很棒 因為他他到了 他等於是最後把這個孩子交給蔣夫人 那這個對我們中華民國當時的宣傳 而且是英格麗包曼最年輕的時候 拍的最好的這個大片 這對臺灣就是講說 當當他這個拍好的時候 我們臺灣準備就講要好好的宣傳 結果沒想到這個時候 就有人就突然講說不對 這個劇裡面好多好那麼多女人都綁小腳 怎麼民國二十幾年還在綁小腳 可是那話說回來他就是因為去他就是要去當任解放天主委員會 那個他才這個戲 就是你如果把那個小腳的那一段剪掉 這個戲就沒辦法播下去了 那好那那怎麼辦 最後就這個戲乾脆就進播算了 那真的很荒唐就講說搞了那個搞了大半天 我們宣傳半天到最後臺灣看不到 這個我們年輕時候也都看不到 到後來到了解嚴以後 我們才看錄影帶才看到 真的很可惜 因為艾韋德女士就在裡面的女主角 他自己也不再提也不再看這部電影 據說是因為他本身是個宣教士 他好像就類似是修女的角色 但是這個電影後來把他改變成有一個 什麼軍官跟他談戀愛 然後裡面很熱門的角色 他沒有辦法接受 他沒有辦法 他那個就像讓他擔任那個解放天主委員會一樣 因為當時整個不要說中國的社會 各地的社會都一樣 你今天拍一個電影完全是在講基督教宣教的 那沒有人看嘛 所以他要包裝在愛 他要把這個故事包裝 在那個愛情故事裡面 可是因為艾韋德就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情節 所以他也不願意配合宣傳 那就國民政府也不准他宣傳 到最後結果這部戲 結果在臺灣被禁播 你知道嗎 其實很早之前好萊塢 就有到臺灣來拍片 這個是聖保羅這個暫停 這是一個背景的洋片 是臺灣第一次由美國導演 到臺灣來拍攝 當時演員他們也動用了一些 像滑稽演員來拍攝 像是八哥 還有港星 琴沛都有嘎一腳 you are there sharing the enormous emotional impact the richard mckenna's prize-winning bestseller you share the incredible adventures of these powerful deeply human characters whose courage became a legend in this fabulous land we're mixing our lives together mainly we'll never be able to unmix them again you are swept along with them from china's ancient rice paddies to shanghai's teeming bun from the bandits of tung ting lake and the yangtze river to the pleasure haunts of hang kow and the seamy hideaways of changsha the camera has never captured such visual excitement such a vast revealing spectacle of the orient of an american gunboat patrolling its troubled watch 這部電影看起來還蠻好看的嘛 那又哪裡有問題 這部片子就是當初因為我們要拍這部片子的時候 因為上海什麼都已經淪陷了嘛 他沒有辦法到上海 就是沒有辦法沿著長江沿岸去拍 所以他講說好 他要去各地去 那亞洲各國都希望講說這個這個好萊塢的大片能夠能夠來國內來拍嘛 結果最後 最後是我們臺灣的那個基隆入選了 所以他大部分 這個大部分的場景在基隆 小部分在淡水 當然有一 更小一部分是在香港跟泰國 但是那都很少 主要都是在基隆 所以他在基隆拍片的時候 就是講說 那在臺灣就開始要徵選演員嘛 對 因為他那個當時徵選演員就講說 哪怕你演一個鏡頭 比我們在臺灣 就是比我們在臺灣拍十部電影 那個拍高 所以所有幾乎全臺灣叫得出名字的演員 通通都來參加試鏡 到最後只有一 大部分的那個入選的 像什麼蔣光超 曹劍 什麼這些人 大概都只有 都一個鏡頭而已 那唯一鏡頭比較多只有八哥 因為他演童星 他可以突破那個 突破那個英文 因為大部分臺灣的演員 英文都沒有辦法通過那個測試 最後通過測試的是誰 是那個秦沛 就是那個 在香港都演反派的那一個 每次都演日本人 那個 不是 他剛好在演那個雷諾傳裡面 他不是就演那個英文 他英文很好 對 以劉德華英文不好 他在演 他在當翻譯嘛 所以我跟你講 他真的英文好 所以他就通過那個角色 來到臺灣 好 那我們本來這個戲就演 就是講說 那這個我們臺灣好不容易才爭取過來 來拍的片子 結果到最後臺灣又競演 為什麼競演 因為他講說 這裡面最後那個鏡頭 就是講說 就是講 他這裡面講有入華的情節 就講說 這個聖寶摩這個炮艇 這個美國的炮艇 怎麼可以在長江沿岸 這樣走來走去呢 這就是歷史的一個事件 為什麼 那我們當初奇怪 我們 我覺得這個這個跟六福客棧一樣 我們想盡辦法讓他來拍 結果拍完弄完 然後全國 全臺灣人都知道 都想看這部電影 到最後看不到 這最好笑的是 OK 坤誠兄 剛才有一段是有關於侯德劍的問題 為什麼要去 其實我們在聽龍的傳人跟酒甘湯 他的重點是這個作者 持取作者侯德劍 他很有創作的才華 他很有民主的情感 他在每個歷史點的時候 他都自己做了一件很轟動的事情 而改變了這些歌跟那部電影的命運 所以侯德劍 他其實他跟李宗盛羅大佑是好朋友 跟李宗盛同年還比羅大佑小兩歲 但他比較早走 他因為他一九七八年寫的龍的傳人 我今天特別帶來李建復 李建復跟他合作以後 把這首歌唱紅了 紅了以後他就有很多機會 再來剛好就剛剛講了 有一部酒甘湯麥寶的電影要演 本來那個電影叫酒甘湯麥寶 劇本也很好 陣容也很好 他其實就是孫悅跟他的女兒 然後然後他是一個資源回收 所以酒甘湯麥寶是那個時候的 但是因為侯德劍跑去了北京 所以我跟侯德劍的老闆很熟 我跟他一起合作過工作 侯德劍的老闆 因為他跑去北京 唱片公司結束營業就倒了 但是這張酒甘湯麥寶的專輯 就是搭錯車的專輯 在臺灣叫一樣的月光 馬上就把這首歌抽掉 但是這是香港版的 後來兩年後 在香港的精選版才有 所以我們剛剛包括看那個影片 都不是臺灣 他是香港版才有 然後侯德劍去了北京以後 他從北京裡面也是因為龍的傳人 大受中國人的歡迎 所以中國人才用龍的傳人 又反攻過來臺灣 然後他本來在北京 又出了兩張專輯也很受歡迎 年輕朋友都對他很崇拜 他又在六四天安門 又變成四君子 然後又變成沒地方去被北京 把他請他走 走了以後他又回來臺灣 所以侯德劍的音樂聲明就結束了 但是在他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有很多細節 很多故事 包括羅大會為什麼會做亞西亞的孤兒 那些以前都是侯德劍的靈感 侯德劍曾經去顛免跟泰國 然後回來寫了一本書 所以青春舞曲亞西亞的孤兒 都是侯德劍第二張專輯裡面的東西 第二張專輯叫龍的傳人序篇 而且侯德劍是臺灣第一個 對社會議題有強烈關注的 他寫過高速公路寫過什麼很多歌 但是如果侯德劍今天沒有跑去北京 就沒有後來的羅大又的黑色旋風 這個黑色旋風是侯德劍 因為他跑去北京 所以所以羅大又向他致敬 就出了第二張專輯 裡面有一首歌 現象七十二遍 就是說暗月裡槍殺歌手 他講的就是侯德劍 所以他剛剛講的沒錯 侯德劍會去的原因 是審查制度 新聞局宋楚瑜 對這些歌的一個審核制度 這個制度讓他寫歌 覺得他創意不能夠展現 所以他就想說為了尋找靈感 為了什麼就就到處去走一走 可是他怎麼會去一個更不自由的地方 他其實政治意涵比較複雜 對 他政治意涵比較複雜 他的藝術成就可以肯定 但是他在政治上的功過 留在後面 這個電影跟他歌有相當深的意涵 當時政府是確實是在考慮 因為那個歌不是我們所想像的 就是有一個收資源回收養了一個女 他是一個老兵退下來 住在這種違章建築裡面 撿破爛養一個台灣女孩子 對... 那...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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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